这个女人端着木盆来到河边 没想到盆里装的不是衣服 而是刚出生的婴儿 狠心的她将婴儿放进河里 任凭木盆随波逐流 好在此时花公花婆显灵出现 施法将婴儿救了回来 传闻花公花婆很是灵验 他们会保佑那些刷到视频 点亮红心流言大吉大利的家人们 新的一年都能逢兄化吉的好运不断 然而女人还是不死心 转头又抱着孩子来到树林 打算将其丢在这荒郊野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竟然让这个母亲三番两次的 想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原来女人名叫阿满 多年来她已经生下了四个女儿 为了给夫家延续香火生个儿子 阿满这天来到庙里 将供品都摆在了 掌拐生男孩的花公面前 完全冷落了一旁的花婆 花婆健壮火冒三丈 怒视阿满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打算要给阿满点颜色瞧瞧 却被一旁的花公及时制止 到了晚上花婆在巡视本命花园时 恰好看到了阿满的本命树 想到白天阿满对自己的无理之举 花婆打算给她点教训 于是将代表女孩的红花 种在了她的本命树上 幸好被路过的花公及时摘下 花公质问花婆为何要这样做 花婆表示 既然她阿满不想生女孩 那我就偏偏让她生个女孩出来 谁让她没把我花婆放在眼里的 必须得让她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花公认为花婆是在无理取呢 随即两人二话不说就吵了起来 没想到争吵间 一朵白花和红花突然结合 恰好就落在了阿满的本命树上 两人心想这下闯下了大祸 很快就到了阿满生产的这天 不料孩子生下来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而是一个半阴阳 气愤的阿满来到庙里 打算要将花公花婆的金身捣毁 好在被丈夫及时阻止 随后她更是将孩子抱到河边 打算将孩子丢掉 没想到却被花公花婆救下 不死心的她又带着孩子来到树林 将孩子丢在了大树下 花公见状施法将路人引到此处 让她发现了被遗弃的孩子 路人经过多番打听 最后终于找到了阿满家 将孩子安然无恙地送了回来 为了让阿满接受这个孩子 花公花婆施法 让夫妻俩在路上捡到黄金 还凭空变出一只老母鸡 夫妻俩猜想说不定 这是孩子带给他们的福气 从此打算好好将孩子抚养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